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回答在销售增长方面,一直处于市场领先地位。 该公司日前刚刚告知投资者,Blackwell晶片已受庆。 一位Meta、亚马逊公司、Google等大型科技公司正在大力投资新的AI晶片, 并争相获得能够执行苛刻的AI任务的GPU供应。 这些公司在超大规模市场占据主导地位,推动了台积电的大幅增长。 在第二季度,高效能运算占销售额的一半以上,这一比例在第三季度可能会有所增加。 有分析机构认为到今年年底,高效能运算的销售额占比可能会接近55%, 2025年可能会进一步增长。 辉达和台积电的业务往来始于1995年,双方可谓时余为时。 那一年,辉达的创办人兼执行长黄仁勋碰到商业化瓶颈, 写信求助他在斯坦福大学的学长,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没多久张忠谋亲自给黄仁勋打去电话回应。 台积电接下并出色完成了代工辉达晶片的订单,帮辉达快速占领市场。 这段和张忠谋联系的经历还被黄仁勋画成漫画,送给了张忠谋。 此后,辉达与台积电长期合作,形成高度的共生关系。 辉达依赖台积电的先进工艺和专业知识将晶片设计落地, 并且已成为仅次于苹果的台积电第二大客户。 研究半导体行业的分析师Danny Stead今年曾估算, 去年台积电有77.3亿美元的收入来自辉达, 占年收入的11%,排在第一位的苹果贡献了25%的收入之后。 然而,今年3月辉达发表, Blackwell架构晶片时可能没想到, 以这一最强人工智慧, AI晶片架构生产晶片会有这么多波折。 最新爆料显示, 它甚至让辉达和关键代工方台积电内讧。 今年8月初辉达被爆出Blackwell晶片出货延迟的消息, 震惊市场。 当时有报道称, 因设计缺陷, Blackwell系列晶片中最先进的AI晶片将推迟三个月或更久发表, Blackwell晶片的大量出货可能延迟至明年一季度。 摩根什丹利还在报告中表示, Blackwell晶片的生产可能会暂停约两周, 但可以在今年第四季度通过台积电的努力赶上。 就在出货推迟的消息传出后, 有些心烦意乱的股东找上门, 台积电的投资者关系部门就将责任推到辉达身上。 据科技媒体The Information在10月中旬报道援引知情者的消息, 回答发表, Blackwell后不久就开始和台积电互相指责。 发表刚过几周, 回答的工程师就在测试时发现, Blackwell架构的晶片, 在资料中心常见的高压环境下会无法运行。 一些回答的工程师认为, 这可能部分源于回答对Blackwell的设计存在缺陷。 还有一些回答的工程师认为, Blackwell晶片的生产放缓, 源于台积电采用了一项新技术, 该技术将不同类型的晶片封装在一起。 这种解释很快就开始在关注台积电和回答的金融分析师中流传。 而除了Blackwell的设计, 两名台积电的员工表示, 另一个回答一方导致问题的因素是, 回答让台积电急匆匆完成生产流程, 相比另一大客户苹果, 回答留给台积电解决问题的时间更少。 严格来说, 过去将近30年, 回答与台积电的合作步伐苛刻绊绊, 10月爆出的消息可能不算多严重, 最终只是两家公司几十年关系的一个差距。 台积电目前占据先进晶片制造9成以上市场, 回答推出高精尖晶片, 还离不开台积电, 尽管有迹象显示, 回答希望减少对台积电的依赖。 比如有消息称, 回答研究与三星合作生产新的游戏晶片, 希望得到相比台积电同代晶片制造技术, 报价20%至30%的折扣。 海外媒体报道还提到, 维系辉达与台积电合作的另一个因素是张忠谋。 他虽然2018年已退休, 但还在台积电有重要影响力。 他本人非常重视长期客户忠诚度, 有客户曾将部分原本交给台积电的业务, 转给其他制造商, 后来试图重新找台积电做, 张忠谋就提高了对他们的报价。 另外,此前有台湾媒体爆出的消息, 也暴露了两家公司在AI热潮推动下发展的矛盾。 今年6月访台期间, 黄仁勋向台积电提出, 希望在厂区外设置一条专供挥达的QOS生产线。 台积电的高管当场呛声, 挥达要出钱吗? 要不要台积电在厂区外 也设专门给挥达的晶圆生产线? 现场因此十分尴尬, 后来还是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家出面原厂, 才化解了紧张气氛。 就这次内哄风波总结来看, 一些挥达的工程师认为, Blackwell晶片的问题部分源于设计缺陷, 还有些认为, 源于台积电采用了封装不同晶片的新技术。 台积电员工认为, 挥达要求匆忙完成生产流程, 没留下足够时间解决问题, 因Blackwell出货延迟消息被股东找上门时, 台积电的投资者关系部门将责任推给挥达。 虽然这些不足以影响两家公司将近30年的合作关系, 但凸显了AI业务吸金的同时, 挥达给台积电的压力越来越大。 当然, 这反映了晶片制造能力, 显然需求相当旺盛。 有机构10月中旬, 从台积电第三季度净销售额早期公布的数据中得出的结论。 该晶片公司看到来自人工智慧市场大客户的强劲需求, 主要是挥达和苹果, 这导致台积电9月份的净销售额加速增长。 早期的净销售额发表, 对台积电第三季度的收益报告来说是一个好兆头。 台积电第三季度净销售额总计7597亿新台币, 折合235亿美元, 比该公司预计的224亿至232亿美元的销售范围高出3亿美元。 实际净销售额也超过了2024年第三季度7480亿新台币的预期。 台积电的增长伴随着人工智慧市场的消费热潮, 这要求科技公司继续大力投资最新的人工智慧晶片, 这显然对台积电这样具有战略优势的晶片制造商来说是一个福音。 与去年同期相比, 台积电9月份的净销售额飙升39.6%, 这是自2024年7月以来的最快速度。 总体上讲, 台积电受益于5奈米系列晶片需求的暴涨, 以及高效能运算领域需求的不断增长。 此外, 伴随刚刚公布的第三季度的竞销首额, 这表明这一势头并未减弱, 因此台积电很有可能凭借其第三季度的收益给投资者留下深刻印象。 为了巩固在AI晶片领域的主导地位, 辉达致力于每年推出一种新架构。 尽管台积电一直努力扩大最新晶片封装技术的产能, 但客观条件决定了台积电自身努力的空间也是有限度的。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